今天AI股强势反弹 老师最看好的是谁啊 当然是鸿海啦 因为鸿海才是AI伺服器的争霸主啊 我们来看AI市场的部分的话 前年2022年 整个市占大概400亿美金的价值 但是到10年后2032年 成长到多少 1.3兆 非常大的成长 年复合成长42% 几乎每年再翻倍成长 而鸿海呢 他的AI伺服器 占他AI 他整体伺服器 目前已经来到了三成了 那今年可能拉到四成 那如果拉到四成以上 他的贡献就会越来越大 而且他整体伺服器啊 看起来今年有机会 营收来到1.1兆 真是强力的成长啊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级正事 我是Cathy 让我们欢迎轮源头股 网传承分析师 老师好 大家好 回答今天股价已经连续两天的大反弹了 台股的AI股现在到底是真反弹 还是只是逃命波呢老师 我告诉你 他是大复活 你看NVIDIA的部分的话 前两天 你看一根大黑K 老师常在节目中跟你讲 大黑K就会弹 为什么 因为做空的人空到底了 做多的也杀出来了 所以才是大黑K 那一到大黑K之后 你如果敢买 反弹上来你获利就是满满 那这一波杀到750 那现在已经弹上来了 已经到824了 连续两天长弹 涨了大概多少 一成左右而已 但是不一样 整个气场 市场的氛围完全改观 所以你看美国连两天 四大指数全部收涨 那现在企业财报呢 每一档都是非常好的 至于特斯拉 负面消息不断 对不对 那他现在昨天只讲说 他要推平价车而已 结果就大涨 就大涨了嘛 对不对 所以市场氛围已经改变 那我们来看 跟AI比较有相关的 首先AI伺服器的部分 鸿海 鸿海去年营收6.6兆 那整个AI伺服器 占了他总营收6.6兆的 百分之多少 3.2% 是目前台股市场 占比最高的 比广达3%还要高 那我们今天讲 鸿海广达 还有雷克这三档就好 我们先看 鸿海的部分的话 三月营收4475亿 成长11% 现金股利5.4块 这些都不惊艳 那最重要的是 他近期连续三年 EPS都10块钱以上 那现金殖利率 大概在4.5到5.5之间 那最重要的是 他每年配息很正常 什么叫很正常 在5.2到5.4之间 已经连续三年了 多了钱他也不给你 但是他就殖利率稳住在这边 但是我们要看 未来的成长动能在哪里 他的毛利率为什么会往上升 就是主要在AI伺服器这一块 我们先看一下 AI伺服器 它的成长潜力 软体硬体还有未来的服务的部分 在2022年 总市值大概多少 400亿美金 但是10年后2032年 预估是多少 1.3兆美金 那你就看了 年复合成长率是多少 42% 几乎每年都在翻倍 所以这一块 是不是长线最好的标的 而且你看 去年2023年 鸿海在伺服器的营收里面 30%是来自于AI伺服器 AI伺服器通常就是毛利率比较高 所以他整体的毛利率就因此往上拉上来 那模组的成长率翻倍成长 所以你看今年伺服器的部分 准备要翻一兆元以上了 目前推估鸿海在伺服器这一块 今年营收贡献会来到1.1兆 1.1兆 不是广达能够比得上的 我们来看一下 广达的部分的话 你看三月份营收 1077成长9% 股利89块钱现金股利 去年赚多少 鸿海赚10.25 他赚多少 10.29 两个是不是差不多 但是你看鸿海的股价 跟广达股价天差地远 一个150多 一个260 260今天盘装 广达又到涨停板了 但是你会看一下广达这一波为什么拉比较多 他跌破季线了 今天反弹重新站回季线 但是鸿海有吗 鸿海还在五日线之上 在所有的均线之上 所以你看谁强谁弱 那未来第二季伺服器出货量在倍增的时候 谁会比较大 那接下来两边的股价如何竞争 你就继续给他看下去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了 6207的雷科 雷射设备 那目前到第二季之前会持续出货给台积电 台积电供应链要特别注意 而且是高阶的机种 一台机器成本在30到50万美金之间 毛利率在三成五左右 那我们看一下 他一到三月的营收2.8亿 你看非常的小 成长了25% 现金鼓励连续三年都是1.5 非常稳定 那EPS去年赚1.84 前年1.82 他都有保留现金在他的帐上 以背后续制使用 那他是COA是概念股 产能到第二季为止 持续代理一直卖给台积电 这些高毛利率 就会让他营收继续往上冲 那目前一二月 EPS多少 0.74块 已经快达成去年的一半了 所以今天他是分盘交易的最后天 盘中目前已经大涨7%了 准备又在上关 明天一放出来会怎么样 大家拭目以待 谢谢王老师的分享 想要做更多财经资讯 赶快加入老师的群组 那财经急诊室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最多实地则方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